我是6A班的劉長 我覺得自己學的最好的科目應該是通識課 因為我很熱誠不道地通識課 都一個五星星的成績 這是我覺得自己學得比較好的科目 而我最驚喜的一科應該是中文科 因為學校一開始預測 我應該得到LV4、LV5 但最後也有五星成績 所以我覺得很驚喜 也意想不道 部分科目可能是意料之外 但有些科目好像是中文、空式 這些當然是意料之外 我覺得在整個TSC裡面最困難的是 我們的時間都是很有限 例如我們一放學後 再加上補課已經5、6時的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不剩下很多時間去溫習 但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每一天都可能會設定好一個時間 令自己知道我有明確的方向 他知道晚上可能要溫某 或者甚至半夜都可能要溫某 還有我覺得要善用時間 例如是搭車的時間 或者是臨分前的時間 其實都可以看一些課外書 或者是上網去看一些新聞保障 令自己的知識增加 我認為我的溫習方法是 例如數學科 我會先寫一個錯題本 而我覺得錯題本的東西 是要很早就開始寫 而且要積小成多 這樣令自己溫習的考慮 才會善半功倍 而且我也覺得 十分之重要是要善用你的時間 例如你可能搭車、逛街 例如你臨分之前 其實這些時間都是很多 而我覺得我們只要使用這些時間 慢慢去積累的話 其實長遠來說你的成績都會好 我最想感謝老師 應該是潘俊賢老師 因為他是任教我通識科 而我通識科也很想不到 我們考了一個比較好的成績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而另外也很想感謝吳義賢老師 即使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小測 補課之類 但其實他的出發點都是想為我們好 而我覺得我最後地理服 也考慮了一個不錯的成績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我最想感謝的人 第一就是我的家人 因為我的家人是 在溫習前陪伴不了我最多的人 可能我遇到一些困境的時候 然後他們也會主動去找我 或者跟他聊 而第二,我覺得很感謝我們的上帝 因為其實主可能會幫助我們很多 甚至他的恩典其實會帶給我們 一個更加明確的道路 令到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也很感謝主 令到我可以 有這個成績 而令到我有一個更加明確的方向去追尋 在我心裡 我未能了 然後我只要聽到我 對我來說 這就是我心裡會讓我冷靜 我又不想到快樂 旁邊還可以 對我來說